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等你来看 金融与台南 都是台湾著名的美食之都 同时也拥有丰富的 历史人文与古迹 金融市长林又昌 受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 4月23号 特别率领市府团队 南下参访 两人不但化身大厨 还推出了 九项美食小吃 现场大PK 1 2 3 哇 红烧麦米根 红烧麦米根 牛肉汤 哇 牛肉汤是 半肉汤品的 真的 台南 台南一定要吃的 而且也是台南 红烧麦米根 是大家一定到基隆 一定要 金融市长林又昌 与台南市长黄伟哲 化身大厨 以酒工格方式 PK两地酒样美食小吃 两人还分别 秀出隐藏版美食 海鲜米粉 及散化芝麻面 让现场来宾都垂涎欲滴 你可以在里面吃到 其余 你可以吃到 真正的 酒馆 也可以吃到 土坡 那我们再交换好了 身为国内 南北美食之都的首长 两人特别透过美食 共同行销城市 此外两座城市 同样拥有 大航海时代的历史 因此金融市长 刘昌 受邀到台南参访 第一站就选择 安平古堡 也就是 1624年 由荷兰人所建造的 乐泽南城 并互贞 结合文化历史的 创意商品 基隆1626年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西班牙人建圣萨瓦多城 我们台南1624年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 那可以看到建这个热兰遮城普罗明遮城 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 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很多事件事情上不仅是在美食上 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情绪 在1624年的时候 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盖了这个热兰遮城 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 在基隆盖了圣萨瓦多城 那一南一北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舞台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 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文化历史之都 来学习来参访 除了成功改变基隆外 刚接任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的林又昌 也透过重训改造身材减重有成 让黄伟泽直说要跟着学重训 上上个礼拜 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燦市长手上接下来 这个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 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 以前有肚子 现在都是平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 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 那那个韦州市长 我要跟林市长学习 牛昌表示 这一次南下参访重点在于 交流城市治理经验 并联手行销观光 牛昌在现场也特别宣传 10月即将在基隆登场的 2021城市博览会活动 并邀请黄伟泽市长 与台南相亲届时到基隆参与 感受蜕变后的海港城市风貌 中站新闻采访报道 接下来是好消息 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落幕了 基隆市的代表队拿下了四金八银五桶 共17面奖牌 创下了11年来的最佳成绩 其中暖暖高中的詹亭瑜 以黑马之姿 拿下了女子组800公尺 及1500公尺两面金牌 非常厉害 第四水道率先抵达终点的基隆暖暖高中 詹亭瑜不但拿下全中运离子组1500公尺冠军 还拿到个人赛800公尺第一 一任独得两面金牌成为泳赛的大黑马 教练说坚持及毅力是詹亭瑜最大优点 虽然平日需要从软软搭车到势力游泳池练习 不过喜欢游泳的他不以为苦 对手可能就是有一些状况 然后刚好我的成绩 就是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可能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多排 那你在参加全中运之前 有做其他的一个比较密集的训练 就就是每天都有在 势力游泳池这边都有训练 那怎么是维持你的状况 嗯 就是教练安排的一些课表跟一些作潮 还有一些那个物理治疗 就是他本身就很认真 然后呢 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人家已经要 等于是没有办法再惊下去的时候 他就是继续在一直在努力当中 所以他的长距离的成绩会比较好 跟其他的不一样 除了暂停于 基隆师成功国中在跆拳道品师项目拿下一斤 还有传统强项运动设计方面 明德国中赵全业也拿下国篮组空气手枪 个人赛金牌 另外基隆女中高医生黄运柔拿下高女组 田径一万公尺及五千公尺双面银牌 也创下历年来本市高女田径项目最佳成绩 会有这些好成绩 除了选手本身努力不懈与教练细心指导外 金融市政府近年来的亮点计划也起了关键作用 让选手仍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接受训练 尤其是在器材方面或者是营养等等 我们都有办法等于是减少家长的负担 像我们的勇具就比赛的勇帽 水镜还有它的消阻力的一些勇衣勇裤 那个都很非常的贵 都从日本引进来的 透过亮点计划 我们就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教育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除了延续亮点计划的资源 今年代表队还真派运动伤害防护员 在全中运期间水队资源 协助选手在赛事中能正常发挥 也是这一次全中运创11年来 最佳成绩的重要因素 期望接下来10月份 在新北市登场的全国运动会 基隆市代表队也能再创佳击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今天是农历3月15号财神爷圣诞 基隆慈云寺准备了发财归 让民众来试试手气 希望在财神爷的保佑下 能够把到圣杯 农历3月15财神爷圣诞 慈云寺财神店 信徒来帮财神爷祝寿 摸摸金元宝 祈求发大财 财神爷圣诞 庙方准备了发财归 让信徒拔归 求到圣杯 将发财归带回家 一早就好多香客来求发财归 也很多去年他们求了 有赚钱还十倍 还有很多塑桃面线 很多财品来 他们有赚钱都来还 慈云寺财神店涌入不少信徒 财桌上满满的财品 有饼干 发财金 素果 还有香客 特别来还愿 圣杯求有了才可以拿 可是现在的人是没有了 就是求一求就拿回去 赚钱那都隔年那都拿来还愿 我们其实是他求去求发财 有来还没有来还 我们都没有关系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不能出国 为了求心灵上的寄托 慈云寺财神店人潮不断 除了祈求发财 也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平平安安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基隆一销竞技大赛 在中山高中登场 今年将火灾抢救七项连续动作 以及全副武装大队接力 列为比赛的项目 过程是相当的精彩 哨声响起 队员全副武装全力冲刺 比体力还要比速度 这一关基本神洁 比耐力还要比技巧 而负重就身 小棒普涩水 对每一位一销头人来说 都是基本功 今年一销竞技大赛 任劳登场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一年 恢复竞赛之后 首次将火灾抢救七项连续动作 纳入比赛 队员需要搬运救灾器材 拖拉水袋 拖带假人 强制破坏及重物搬移等 考验体力也是比耐力 是跟这样子跟我们同仁这样子一起运动 跟气氛不一样 因为这个气氛是轻松又愉快的 而最后一项比赛 全副武装大队接力最受注目 几乎每一棒都是气喘吁吁 一销竞技大赛本来是去年比赛 我们要马上集合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延到今年来做比赛 那我们这些选手在今天 所有成果教育完了以后 我们会把选手临选出来以后 参加10月2号 在新竹市比赛的全国一销竞技大赛 金融市场 皮油昌亲自到场 为一销同仁加油打气 也特别颁发加赛金 给支援花联泰统阁号 出轨师傅21名人员 那这个充分显示我们一销的团队 是一支有组织 有纪律 而且训练有数的队伍 那也透过今天的一个训练跟验收呢 还有竞赛 为我们110年 全国消防以及一销人员竞技大赛 来提前做好准备 透过竞技大赛 消防局选出各组优秀选手 将代表金融市出去比赛 不管输赢结果如何 消防同仁表现运动家精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台电金融区处特地在内部办理 公益寻宝园游会 义卖送爱新的活动 共募得了123,380元的义卖款项 全数捐赠给华山基金会议 金融新北区的爱新天使站 要来照顾独居的失能失智长者 台电金融区处处处长杨重合 担任爱新意卖原油会主拍卖官 将台电金融区处员工捐出的各项爱新物品 一项一项拍卖出去 其中不罚台电金融区处员工 利用废弃不用的壁垒器 棧板木材或是爱子等等 发挥巧思创意 在台电推动循环机器再利用的概念下 制作成艺术文证或是木椅 以及象棋等各种文创品 更在台电处长杨重合 带领两位副处长 工会常务理事和同心原地原长 以及全体员工 共同响应发挥爱新下 总共易卖木得 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元的善款 全数捐给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爱新天使站 照顾独居失能失智长者所用 也让华山基金会满满的感动和感谢 那我们除了募集到我们同仁上百件的 这个商品以外 我们也结合了文创的商品 那文创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也就是如我手上拿到的 我们这个台电这个背器的壁垒器 里面的零件材料 我们能够把它做成一些艺术的文证 那透过这样一个文创的商品的制作 那举办这个义卖的活动 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 捐助的款项 能够来制证给我们 华山基金会基隆天使站这边 能够透过他们能够发挥 我们屈出所有同仁 来捐助做爱新义卖的这个活动 那未来台电公司在以循环经济 或所制造出来的文创商品 也会把它更加的发扬光大 让我们一般的民众能够来选购 爱电公司所从电力的器材 设备这边不用的废料回收 所制成了文创的商品 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巧思 能够让这个社会达到一个抛砖引域 那把文创的商品跟废物再生 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能够创造到最大的效果 华山基金会真的非常感谢这次 台电基隆居住这边的邀请 来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 那这次的捐款呢 也会在地帮助我们的弱势长者的 常年服务经费 那华山基金会在基隆地区 也照顾了600位的长者 那也期盼说大家可以一起 响应这样的公益来照顾身边的老宝贝 因为在得知华山基金会 基隆新北区爱新天使站 为了照顾独居长者的需求后 台电基隆区处特地在内部 办理公益寻宝园游会 意卖送爱新活动 和员工们一起做公益 抛砖引域 帮助更多孤老受到更好的照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慈云市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慈云市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市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市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 在南欧国中办理的 非营利益幼儿园招生 不但每学期有政府补助6000元的学费 经过改造全新优质的学习环境 以及优秀的教保人员 和贴近大赞的户外生活教室 让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 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照顾 带着孩子们认识蝴蝶 蝴蝶就在身边飞舞 幼童们惊喜连连 不自觉伸手想抓蝴蝶 在一旁的老师顺势机会教育 教导孩子们用眼睛欣赏来代替抓蝴蝶 要爱护大自然生物 这里是南欧国中 也是基隆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 成立不久的南欧非营利幼儿园 从幼幼班小班中班到大班 不但有最贴近大自然的户外生活教室 改造过全新优质的学习环境 新颖的客桌椅 以及教学和游戏设施 和符合小小朋友使用的厕所等设备 应有尽有 更有优秀专业的教保人员教育孩子 同时提供色香味俱全 干净卫生的餐点 每学期都有政府补助的六千元学费 就是要让小朋友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来到这边来学习的小孩子 那我们的政府会补助 大概六千元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整个学期只要付两千五百元 那就可以来这边享受 很完整的一个教学和学习 那非营利幼儿园里 也跟一般的幼托园所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弹性的 那我们可以让家长早一点送来 那也有让家长如果晚一点下班 可以托付在我们原所里面的 我们也会有一个延拖的一个服务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说 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 我们伊甸基金会 对我们小孩子的一个教育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行列里面 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 能够呢 多多的生育 然后也能够安心的工作 那孩子来到我们这边呢 那家长们可以放心 那特别在我们的这个南融国中 这个原所里面是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环境非常自然的一个场所 那孩子在这里呢 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维护下 然后呢享受各样的一个学习 伊甸基东区区长李莲进一步表示 欢迎家长们报名 把家里的小宝贝送来这里 接受最好的幼儿教育 让孩子们安心学习 快乐长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街道庙口夜市出现了一名外国男子 席地儿坐来求助 他说因为疫情 他没有办法回到立陶宛 旅费花完了 没有想到一分钟 他就进账了破千元 但是在追查后发现 之前他也曾经出没在新竹 对于警方的关怀 他都称不需要帮忙 经过媒体披露后 移民署将他暂时安置 协助反国 民众拍下 这名外国男子 盘腿坐在基隆庙口 前方摆着中文纸板说 他来自立陶宛 因为疫情无法回家 钱花完了 没钱吃饭 但民众却发现 他竟然一分钟 就收入破千元 这名外国男子 后续被人发现 在仁爱区 斯球岭山区 搭起了帐篷 面对记者询问 他宣称 只有住基隆一天 附近的居民打脸 立陶宛男子 去年12月 就曾经出没在新竹 因此上了新闻 经过这个调查结果 他是因为合法入境 然后疫情关系合法离去 所以没有疫情 拘留的问题 基于人道关怀 基隆市赚钱队 我们主动 带回驻地 也提供 他需要梳洗 及整理装备 这名立陶宛男子 面对警方宣称 不需要帮忙 却又到处赚钱 摆摊 利用台湾人的同情心赚旅费 移民署已经找到他 先将他暂时安置 后续将协助他返国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五人国中在世界书香日当天 以阅读马来西亚和五中为主轴 校方精心设计了美食 三行诗创作 旅游文学 报道文学 以及旅游书及介绍等方式 让师生用五感 来体验全新的书香 世界书香日 只有阅读群书而已吗 不只哦 在马来西亚长大的 姑亚珍校长 精心设计马来西亚美食 有五种颜色的大马食物 让师生以嗅觉和味觉 来体验世界的味道 我们跟马来西亚 有做一个连线 那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居住很久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五道 也是一样 五道马来西亚的食物 绿色的这个 是用斑兰叶 所制造的果冻 橘色的呢 叫做是印度人饭后的 一个甜点 可以喝热的 也可以喝冷的 叫做Carrot Piasum 我们从水果 还有从三明治 从这个 这个雪Q饼 我们都跟我们学校的 特色来做一个结合 不只美食 还有以视觉 和触觉为主轴的 文创设计 各式印有五种logo的 文创品趣味十足 还可以试试手气 看看您抽中哪件商品 宣传学校 就是把学校的特色 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从这些 小logo啊 小作品当中 就可以把学校的特色 跟大家讲 发挥创意的 还有这曲奇谐音的 装置艺术 我们无论如何 就想要行交学校 所以呢 就是想说怎么样 能够让大家对 能够有印象 因为刚好瓶子也是黑色的 柿子是橘色的 所以就一系列 所以呢 只要来五轮read 读英文的read 就是绿色嘛 好书 一定会保平安 又有好事会发生 王美强也超吸睛 学生品尝完美食后 将感受以文字成列 记录心动时刻 校长做了许多 马来西亚的食物 那我就想说 那些食物 它们就是很香啊 然后又很好吃 那我可以就是把它 就是写成三种诗 就是形容各类食物 学校安排了那么多 异国美食可以让我们品尝 其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咖啡 于是我写了咖啡 这一首短诗 423的国际图书日 我参与了场部活动 进一步了解异国文化 让我收入很大 感觉很高兴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其他学校都没有 像我们的学校有 那么多精致的这个 完美钱 最后还有着入口异象 毕业向友发挥所学 以匠人之姿 打造这全铁制的无中意向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就读无人国中的时候 其实本身我是不喜欢 读书的小孩 那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说 有一天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 校长就传 LINE的图片照片给我看说 也没有办法像做成 像新建成那样子 然后我们就做做做就是 可是在做制作过程的过程中 还有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就是和校长和老师 一直讨论 然后不断地这样子 修修改改修改改 才就是做出这一个 五轮的这个入口的意向 这样子 五种感官体验就是让师生 感受世界书香日的美好 五中在马来西亚的姐妹校 波德森中华中学的学生们 还特别录制了一段 姐姐大马美食的影片 表达共同参与世界书香日的心意 透过精心设计 与国际接轨 也与全球阅读活动大串联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西雍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